審計報告發現 環保署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對登記供應銷售商的巡查不足 有些個案隔了5年先巡查一次 根據指引 環保署每2至3年需要巡查供應商一次 208個供應商有1乘1的巡查密度不達標 3617個銷售商更有5乘6未有巡查過 審計報告表示處理和回收廢電器位於屯門的VPAC 處理量不足八成 同時是嚴重傾向洗衣機和雪櫃 超進這兩種電器的設計處理量 政府需要因此額外支付1億7千萬比承辦商 審計署建議環保署檢視成本效益 探討重新設計VPAC的可行性 並且分析是否要另請物流服務的提供者 處理超量的電子廢物